一件件的銅裝 仔細折疊再整齊打包 募集二手物品 援送有需要的國度 美國南加州僑界愛心大動員 是Wattini大使館告訴我說 那邊的天氣很冷 要小孩子的衣服 所以我跟慈濟師兄們 商量了一下 他們就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 募集到冬天小孩子的物資 還有球鞋 我們想要帶動的 它不是只有洗服 愛護 而是小孩子 用雙手把它工整的整齊好 放到打包的箱子裡面 將心比心 當你是一個瘦瘦的對方 你看到這些物資的時候 你會感到那股無形的力量 可以學習怎麼愛惜東西 怎麼捐獻 然後可以幫助到別的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學習過程 希望經由這一次的活動 能夠激發家長和孩子們的愛心 讓他們知道我們不使用的東西 還是可以捐贈出來給需要的人 我們能夠有一點的小力量 能夠幫助這些貧窮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應該是盡力的 這次的愛心活動 由三個單位聯合承辦 各司其職 總計目得了11個戰板的 二手藝物 文具和鞋子 屆時也將以最快速度 運抵施瓦地尼 薩爾瓦多 和諾魯共和國 大約新聞 這是美之工 美國綜合報導 在我們節目中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